印度之大无奇不有 之前曾有一位印度大叔震惊网络 据悉,这位大叔从来不吃任何粮食 每天只去啃上三斤的红砖头即可 并且这大叔吃砖头的习惯 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多年 瞧瞧这坚硬的石头到了大叔的嘴下 就跟红烧肉一样,吃得味香 奇怪的是,这吃了多年的砖头 大叔的身体竟然没有一点事 莫非这位大叔有金刚不坏之身 可就在大家还沉浸在 印度大叔吃砖仪式上时 印度当地又崛起了一位奇人新秀 这位秀比起大叔可优秀多了 据了解,在印度有位十岁的小男孩 特别的痴迷于喝狗奶 莫西特每天这个家里人不注意 就会偷偷跑上街头去找流浪狗 找到流浪狗后就会强行抓住狗子的器官 然后开始大口大口的喝奶 痴迷喝狗奶的他让母狗们闻风丧胆 只要见到了莫西特就拔腿跑 其实莫西特这样的怪异行为 是从他四岁时开始的 有次莫西特无意看到狗宝宝喝狗奶 好奇心促时莫西特也尝试了一番 谁知这一尝试就是整整六年 起初莫西特父母并不知情 后来有次母亲在街头 看到他喝狗奶 才知道了儿子的这个怪癖 苦口婆心的劝了几次 儿子依旧不改 无奈的父母也只能随他去 现今 进度整个街道上的流浪狗 都被莫西特给喝过了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